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正 今天讲的故事叫西红柿首富 王多宇是西红柿大翔足球队的守门员 金老板开价20万请他踢甲球 两天后大翔队与AUV队的比赛 金老板希望王多宇让三个球 王多宇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他表示身为守门员要守住球场上的底线 然而比赛的结果出人意料 AUV队以5比0完胜大翔 王多宇被狂虐 没踢甲球比踢甲球输得还要惨 气急败坏的教练大骂王多宇踢甲球 将他赶出了大翔队 队里的好哥们庄强替王多宇向教练求情 结果教练把庄强也给开了 生无可恋的两人回程途中还被人碰瓷 他们下车教训眼镜男 却被路过的夏竹阻止了 夏竹误以为王多宇和庄强撞了眼镜男 还要殴打他 于是夏竹掏出手机录下视频 报警将两人送进派出所 好在金老板帮两人交了法金 将他们数了出来 金老板告诉王多宇 原来王多宇失散多年的二爷是为300亿身家的保险大亨 他不久前患病离世 王多宇是他的唯一继承人 二爷立下遗嘱 要求王多宇在一个月内通过合法手段花光10个亿 不能剩下任何资产 并且钱必须花在自己身上 不可以赠送 不可以做慈善 不可以毁坏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雇佣不超过100人 前提是必须接受他们提供的等价服务 最重要的是 这个考验不准告诉任何人 如果一个月内钱花不完 王多宇将会失去继承300亿遗产的资格 而这300亿会交给光明信托基金会处理 另外二爷还加了条诺服条款 如果王多宇不敢接受这个考验 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直接拿1000万走人 王多宇听完规则 毅然地接受了考验 于是金老板只派一名财务专员 进入王多宇的开销 他警告王多宇 如果把这个考验泄露给财务专员 或者试图收卖财务专员 同样会失去遗产继承权 王多宇信誓旦旦地保证 自己不会干这种蠢事 只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财务专员竟然是坑害他进派出所的下竹 接下来 金老板带着王多宇和庄强前往金库 看着堆积成山的十一现金 两人吓得瘫倒在地上 犯赏才缓过神 专场过后 王多宇来到老东家大响队的球场 他打算租下球队 和国内顶级球队恒泰队打一场友谊赛 教练和球员一听 还以为王多宇受刺激疯了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 王多宇租了几辆豪车 载着球队在路上嘚瑟 下竹对王多宇的行为嗤之一鼻 鄙视他穷人诈父 挺胸突渡 下竹炫耀起自己的男朋友 是金红市十大杰出青年 专门传播正能量的中名演说家 看着王多宇一副有钱可以搞定一切的姿态 下竹笃定地说 你就算有再多的金钱 也收买不到我的男朋友 王多宇以一个月两千万的价格 包下五星级酒店共球队吃住 在饭桌上 他宣布成立一家投资公司 专门投资这世界上还没有实现的梦想 并让庄强担任CEO的职位 散场后 下竹提醒王多宇 以他这样的花法 最多半年就会败光十亿 听到还要半年 王多宇顿时紧张起来 正巧下竹男朋友柳建南来接下竹 当听到柳建南要办两场售票演讲 演讲主题是不能做金钱的奴隶 王多宇给了柳建南两大打钱 包了他的两场演讲 在金钱的诱惑下 柳建南原形毕露 王多宇打理他租的酒店庭院的律职 面对秒变狗腿资的柳建南 下竹简直失望投顶 投资公司成立后 王多宇开始出搜主意 大量买进快要跌停的西洋产业股票 不仅如此 他还投资了各种奇葩项目 比如能在陆地上游泳的陆地游泳器 又比如在北极找了一座冰山 用柴油发动机将冰山运输到新疆阿拉扇 改善当地长期干旱的情况 王多宇来这不拒 为大家的梦想买单 虽然这样花钱如溜水般迅速 但还远远不够 下竹说按照这种花钱速度 花光十亿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酒店庭院中 柳建南将绿植都修剪成 向王多宇问好的神态 下竹对他屈炎覆射的嘴脸感到恶心 愤怒下提出了分手 王多宇听说和古神巴菲特吃顿饭 要花好几千万 于是中间请来巴菲特 两人一起共进了午餐 饭后王多宇和下竹在路上闲聊 下竹说起自己之前任职的 五家保险公司都破产倒闭了 因此他被笑称是黑寡妇 王多宇心中暗息 他告诉下竹 在别人眼里你是黑寡妇 在我这里你就是吉祥物 有下竹在 王多宇觉得花光十个亿轻轻松松 然而意外发生了 王多宇请古神巴菲特吃饭 导致股民纷纷跟投他买的 西洋产业的股票 王多宇的手下在股票 涨到最高点的时候全部淘钱 赚了一个亿的利润 而且投资的那几项奇葩项目 也阴差阳错赚了不少钱 王多宇气得锤胸顿足 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庄强找来小学毕业的大聪明 帮王多宇出没画策 王多宇看大聪明 其貌不扬的样子 心想着这次妥了 这户一定能把钱败光 王多宇买下整个西红柿的烟花 来庆祝一下 下竹独自一人过生日 柳建南给他送了树花 继续让他向王多宇 要钱投资自己的新书 下竹生气地将柳建南赶走 随后到庭院透透气 正好赶上了满天的烟花 下竹以为王多宇放烟花 是为他庆祝生日 便问王多宇是不是想追求自己 王多宇灵机一动 觉得追求下竹也是一个 花钱的好法子 第二点 王多宇买下西红柿的 所有广告牌向下竹表白 恼羞成怒的下竹 想去找王多宇理论 路上遇到了之前 碰刺王多宇的眼睛男 下竹因此知道自己错怪了王多宇 当晚他和王多宇 一起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 不知不觉间 和赖先生找到柳建南 到处王多宇是为了继承 三百亿遗颤 才疯狂花钱追求下竹 连而买通柳建南不下陷阱 试图让王多宇犯规得不到遗产 庄强和大聪明投资的烂尾楼 如今变成了雪区房 转手一卖赚了十个亿 王多宇知道后彻底崩溃 这钱越花越多 他也是醉了 王多宇思赖想去 一个绝世好办法在脑海中闪过 他召开记者发布会 当众宣布推出脂肪线 花以块钱为脂肪上薄线 每减一公斤脂肪 就可以领取一千元 这一举作让西红柿掀起了全民减肥狂潮 大家想尽办法锻炼身体 燃烧体内的卡路里 然后去找王多宇领钱 就这样 王多宇成功将二十亿花了出去 大翔队和恒泰队的友谊赛即将开始 恒泰队一出场就叫嚣着 等会儿进球要达到两位数 比赛开始 恒泰队高歌猛进 打得大翔队武力还手 很快两队的比分拉到了9比0 与此同时 柳建南告诉夏竹 王多宇是想继承三百亿一颤 才利用他烧钱 并不是真的喜欢他 柳建南还说 挪用了王多宇给自己买率值的2000元押金 准备等到考验截止的最后一刻还给王多宇 让他变回穷光弹 柳建南叫夏竹当什么都不知道 试诚之后给他30万 夏竹不为所动 打算去找金老板曝光柳建南的阴谋 柳建南急了 他连忙去追夏竹 赛场上 王多宇和队友们挡在球门前 用肉区抵住恒泰队的进攻 直到比赛结束 都没有让恒泰队踢进第10个球 大翔队的顽强感动了所有球迷 大家鼓掌为他们喝彩 就在这时 王多宇收到夏竹被人绑架的消息 绑匪要求王多宇准备1000万赎金 不然就撕票 但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话 就违反了规则 自己将拿不到三百亿一颤 王多宇以为是殷先生和赖先生干的好事 在三百亿与夏竹之间 王多宇选择放弃三百亿 拿着1000万去赎回夏竹 然而等他到指定地点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是金老板安排好的剧本 这也是二爷对王多宇的终极考验 考验王多宇有没有被金钱腐蚀了人性 最终王多宇得到了三百亿遗产 同时也收获了夏竹的芳心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